大家好,我是哈哈曹 我是没想到我自己又活了一轮,真的 其实我从小这个人命就蛮硬的 真的,我跟你讲一件,我小时候干的蠢事 我十岁那年,我拿打火机点了一个琴气球 那是我生命里最炸的一场演出 方圆五公里街坊给我炸懵了 我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拿打火机点琴气球 因为琴气加那个氧气遇上明火,会爆炸 这是一个初中的化学知识 我那时候才十岁,我不喜欢化学 我喜欢猫和老鼠 我当时经常看那个猫和老鼠那种动画片里面 有一个大气球破个动物飞来飞去的那种滑稽桥段 我觉得好玩,我想试一下 试了一下不好玩 我整个人给炸得焦黑 我就想起猫和老鼠,你们那个汤姆 他每次被炸得焦黑,他就会跳到水里面去 我想着我就学着他,我也跳到水桶里面去了 后面去了医院啊 医生跟我说那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急救选择 夸我很聪明 但我心里清楚 真正聪明的小朋友,怎么会拿打火机点青气球 后来他们就问我,那青气球是怎么炸的 我爸妈也问,对啊,那青气球怎么炸的 你说实话,你小朋友那不敢承担责任 我就紧张,我就撒谎了 我不敢说我自己拿打火机点青气球 我说我路过青气球 楼上有个叔叔扔烟头 局委会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把我们那栋楼所有业民都调查了一遍 也没查出个所以然 门口的那个小卖部老板提供了一条有效的线索 他说爆炸前五分钟啊 有个小胖子来买了一个打火机 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还有人记得 在我们那边还蛮出名的这个事情 我最近我小孩他也想玩了气球 我硬着头皮就帮他去买 我去买的时候 问他卖气球的这个东西安不安全 他说安全,现在是氦气 多性气体 勤气球,原来用勤气球很危险的 他说二十年前,我们这边啊 你听我讲完他嘴巴里的版本 他说二十年前啊 我们这边有个小朋友拿打火机点青气球 把自己扎死了 亲耳听见了自己的死讯 我都知道 我要不来买这个气球 我都不知道 我在他嘴巴里死了二十年了 我都挺生气的 我说你还是不要造谣好吧 我没炸死 好吧,就是我点的 他也蛮尴尬的 扣老扣的说 那你还蛮喜欢玩这个呢 又来买 其实当时 当时的事情就是 搞得严重 现在能笑着说出来了 因为当时那个点完青气球 我手臂上留了很大一个疤痕 我青春期 因为这个事情都真的还挺自卑的 我感觉这个手臂上这个疤痕 就像我身体最隐私的一个部位 我在学校洗完澡 我都是先穿长袖再穿内裤 隐私优先级非常的高 我哪怕夏天再热 我都是只穿个长袖的秋季校服 把这个拔盖住 老是以为我是什么青春期搞潮流 玩叛逆 故意跟别人穿的不一样 他有次说我第二天必须穿短袖 我听他的话 我穿了短袖 但里面还有一件长袖 更潮了 那个时候都没有叠穿这个概念 后面高年级 那些昏昏知道 在门口堵我 堵着我 老弟 你穿那么潮 搞什么 我当时顾不上自卑了 我想自救 我就想把这个袖子搂起来 给他看 这个疤我解释一下 我一搂袖子 他们把我当狠角色了 往后退了一步 看见我那个手臂上 有长长一道疤痕 他们确定 我就是一个狠角色 讲话的态度都缓和了很多 他说兄弟 我们没别的意思 兄弟 我们就是想跟你学一下穿搭 看得出你还是有点故事的 他说 我当时只能硬着头皮 装得很有故事的样子 我说 哎呀 以前的事不提了 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 学好梳理化 特别是化学 后来我因为这个事情 尝到了甜头 我真的就是 路径依赖了 我只要遇到矛盾 我就漏巴吓人 有次学校搞大扫除 我们班跟隔壁班都没拖板 我去跟他抢拖板 隔壁班的是一个学习委员 当时只有一个拖板了 我为了卫生长 我就把那个拖露出来 我就吓他 我真的觉得学习好的人啊 他逻辑也很缜密 他说有拖有什么了不起了 那是别人砍你 又不是你砍别人 他又给我搞自卑了 后面长大我跟我妈说 我想去做一个疤痕消除手术 我查了一下要去北京 要几万块钱 他说你就在长沙 七百块钱就能搞定 他要我去闻个身 把手上这个疤给遮住 别人纹身都是叛逆朋克 我是听妈妈的话 我当时说谁的妈妈会主动 要自己孩子去纹身 我妈妈说岳飞 但是纹身效果感觉一般 因为别人第一次见我这个纹身 都跑过来 哎呀我看这个纹身看 下面还有一个巴士吧 没盖得住 但是我小时候还是真的很听我爸妈的话的 就不像那些那种学校门口那些混混 他们好早就不听话就在这里抽烟 但是他们一边抽啊 还一边学那种很帅的那种港台剧 比如说周润发抽烟 他喜欢学 我等了三年就是等一个机会 我想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 而是要告诉别人 我失去的东西 我一定要拿回来 他那里抽的还挺帅的 然后过了一下子 然后马上那个校长过来就把他烟收了 还给他骂一顿 我这个时候还在边上 我还问我说 哎 那失去的东西怎么不拿回来了呢 电视上很多东西不能乱学 我点过琴气球 我是知道的 我觉得很多人肯定就是看着电视上那些很帅的人抽烟 他们就跟着学 但其实不是抽烟帅 那是周润发帅 我觉得为了防止这些糊涂蛋学啊 可以让影视剧里面那种很挫的角色抽烟 能够起到一个借银广告的效果 比如说那个《甄嬛传》里面那个安宁荣啊 我就让他来抽蛮好 他一根烟一抽完 宝君我的嗓子 绝对不会有人因为这个是觉得抽烟帅了 我对我这个点子啊 还蛮满意的 我跟我朋友聊 他说哎 你晓不晓得 那个演安宁荣的演员 原来在我们湖南诸州读过书 就是这样的 你跟一些人聊天的时候 他其实根本就不听你的观点 他抓到一些关键词啊 就能聊得下去 我当时火都大了 我说你 他的诸州读过书和拍戒严广告 那有什么关系啊 他去诸州读过书 我还得改词是吧 改成诸州话 我说 宝君我的嗓子 我才敢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讲这么多观点没有用 还是得拿出一点实用的方法 让大家觉得抽烟这个事情不帅 我最近真的在研究这个事情 我不带小孩 带的挺多嘛 然后他有挺多玩具 有些零件我把它拆下来 我感觉这个东西啊 发明脱口秀 我这是一个心潮流 这个东西把它放到烟嘴里面 任何人抽烟 也再也帅不起来了 真的 不信我们让周润发 再抽一次这个烟 好吧 我们试一下 我喊三二一 你们喊action 三二一 action 我等了三年 就是等一个机会 不是想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 而且要告诉别人 我失去了东西 我一定要拿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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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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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叫毛豆 那个我也讲点小时候的事 对 小时候就是 我爸在长沙卖青气球 他就是 我生下就挺胖的其实 我生下有十一斤八两 真的真的 别人是父母爱情的结晶 我是结石 他小时候胖 别人没人说你胖 都说你是壮 他觉得你壮 就觉得你有劲 觉得你有劲就对吧 代表觉得你挺能打架 在东北真的不是件好事 尤其我们学校啊 不是个什么好学校 每年都会转学过来很多那种不良少年 他们到一个地方的第一件事 就把这个地方看起来最能打那个人 围起来打一顿 他们就算站稳脚跟了 我小时候是个温文尔雅的孩子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是跳皮筋啊 我第一次看跳皮筋说太帅了 这不节舞吗 这个 有次体育课 我在操场上跳 我们班那个混的同学下来 抓了我们班另一个同学 上去啪就一个嘴巴子 告诉你们班谁就能打 他可能也被扇蒙了 他说 看没看 跳皮筋 你看 我在那跳得正开心 那我二八五六 二八五七 二八九三十一 晃一脚就给我踹飞了 起来我都蒙了 我怎么 算错了吗 除了班后小时候还有抽动症 现在好了 抽动症就是会眨眼 会摆头 赵四就是这个病 很多人 很多人 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我说我有抽动症 他说 你有多动症 你确实得多动动 医生说抽动症 就是脑子里 神经搭错了 一使劲就会分泌多巴胺 就会觉得很爽 就是我的快乐很简单 别的小孩上网班 谈恋爱 点青旗球 我 我 我水药在家 就特别开心 当时有啥烦脑 一眨眼就过去了 有一年过年 晚上我妈烧纸 我在旁边 真的假的我都乐出来了 我妈吓一跳 说爸 是你回来了吗 爸 我小时候都不太明白 同样是上瘾 抽烟 别人还得抽二手烟 我眨眼 别人也就看二手眼 也不影响别人 但老有人欺负我 可能就是 我可能就是因为 我在人群中多眨了他一眼 爹妈也老骂我 当时我就觉得 当时我最喜欢的是我奶 因为就他不属了我 他有脑血栓 他也抽 就是我俩 我就被人欺负 就坐在旁边 陪他一块抽 抽一会儿 真的控制不住 过年我就给我压碎钱 我很开心 我就心领受益 好嘞好嘞 我给你妈 真懂事啊 这个孩子 我就刚刚在备赛间 我就练这段 忽兰哥都吓坏了 说你第二轮要模仿小家 你第二轮 这个病全称叫抽动会语综合症 会语就是骂脏话 这个病它有中外差异 就是国外的偏会语 国内的偏抽动 就是你在国内 你会语 小孩会语 家长真打你 越打越抽动 你震动可以 必须开静音 我爸就有慧语症 每次我爸和别人 一喝酒 那一桌子全是慧语症 喝的越多 灰的越多 我都听不下去了 我说爸 你好会啊 哎呀 他真的 我在网上搜这个慧语症 他的医学描述 是会脱口而出 一些冒犯性言语 我说这个 这个慧语症 英文名是不是叫 sand up comedy 真的 这个病病因很复杂 但我妈只采用 最简单的治疗方式 就是我眨眼 我妈就给我个嘴巴子 我眨眼 我妈就给我个嘴巴子 我妈就给我个嘴巴子 我说我妈 我还没眨眼呢 我妈说你马上就要眨眼了 真的 我感觉 我是抽动症 我妈是抽抽动症 这个病 我感觉 我这个病就是遗传的 我妈抽动症 我爸会语症 他这个治疗方式和修电视一样 就坏了就拍一拍 他确实好用 他确实好用 他一个嘴巴子 我半边脸麻了 本来我是抽动 现在是wink 我妈她还尝试帮助我治疗 拿胶带给我眼皮粘住 我们俩在家大眼瞪大眼 知道我热泪盈眶的 我说妈妈 你到底想问我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你放过我吧 不好使 而且那是胶带 就你们撕过腿毛嘛 刷一下 给我眉毛 睫毛全粘下来了 就睫毛完完 眼睛还眨眨 当时我就脚痘 我都没有毛了 我爸还找朋友 要偏方 泡药酒给我喝 就朋友给手表 掉药罐来了 我看那罐药酒 人参枸杞当归手表 我说这个是药引子嘛 用时间治愈我呀 当时两杯就喝大了 抱着我爸 我说兄弟 兄弟 你永远是我大哥 赵药给我打了这事 你能不能管 赵药是我妈 回家就把我和我大哥 一块打了 我哪队抽等证 也有自己的理解 那都是封建迷信 他觉得必有邪魅作祟 给我请了个福喝下去 你别说第二天真的 在厕所拉的 我都睁不开眼了 后来我妈终于 带我上医院看了看 她也讲不明白 大夫问我啥病 我妈说我家孩子 眨眼 大夫懵了 她说我也眨眼啊 她说我家孩子 眨得快 她说哦 那你以后慢点 眨哈孩子 后来她解释明白了 大夫介绍了个专家 正好有个北京的专家 在大连做诊 当时我是第一次知道了这个病 我妈带我上去 我的天 全大连的抽等证 全在那里 真的 抽等证 抽等证这个病 就是别人抽 你也想跟着抽 每个人都在 两岸原声提不住 那个放点歌 那个地方就是个夜店 真的 真的快乐会产染 人家是DJ抓个B 我们是大夫抓点药 大夫说小孩这个病 不用吃 不用吃药 我妈不信 她觉得必须要吃 换了好几家医院 开了一大堆药 其中有一类叫多巴胺抑制剂 特别好使 吃完不止不想眨眼 我都不想活了 一磕就从学日证 立马变鸟鸟 上课别人同学 在桌子上磕澡 我在这旁边磕 碗都得死 这个药其实就小孩需要吃 成年人不需要吃 因为上班就是最好的多巴胺抑制剂 没得这个病 我都不相信会有这么反人类的药 我说吃这个药 不如让我妈扇我嘴巴子 见效快 副作用少 就是脸麻 我一直都觉得这个病 是我妈打好的 一直到我前一阵查资料 说大部分人会在长大后自然痊愈 我告诉我妈 我妈说对呀 专家跟我讲了 我说妈 那你打我就是为了过瘾 其实很多问题 很多麻烦都没有必要 想办法立即解决 交给时间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抽动证 开心点朋友们 交给时间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谢谢大家 我是毛豆 又来了 大家好 我是过来 决赛第二轮了 接下来讲的这个事情呢 本来是我第一篇里面 这半年最开心的事 现在成为第二开心的事 就是去大老师演唱会 真的 现在我跟大老师道过歉 就是演唱会非常非常开心 但还是没有那边那个事 开心 就是 那不挣钱 我其实是在第一期节目 这个节目播出的前三天去的 除了去听歌 还要给这个节目 托我秀和他的朋友们去做宣传 大老师的演唱会 逐大一个开心 就是所有人你想的话 可以cosplay一个超级英雄 张若远又cos那个哈利波特 什么绿巨人 什么蝙蝠蜴蜴 啥都有 万圣节 上海那天街头啥样 演唱会就啥样 只有我跟许志胜 我俩是去宣传节目的 我俩穿两个白T 我俩前面写着字 show must go on 后面志胜印的 所有选手的名字 我的后面印的是 预约节目的二维码 在休息室的时候 大老师邀请了好多艺人朋友 好多人真的喜欢脱口秀 还问我们说 节目什么时候播 我说在这扫码 对吧 我说问什么 今年都还有谁也知胜 就转过去了 说这全都在这写着呢 真的 所有其他艺人都蒙了 说很久没见过 这么落后的宣传方式了 在新媒体如此发达 今天居然做起了地推 大老师特别照顾我们 给我们安排了第一排的位置 所以说理论上来说 除了大老师不能桑马预约 其他人都可以 对吧 可能就是人家就是想拍个照 一不小心就扫进去了 这让大老师对我们特别好 中间还有个时间点 说这个时间点会cue你们 你们就开始站起来宣传节目 知识还在那蹦的 我还在那 大老师说什么堂 说跳跳堂 大老师说节目几号播 我俩说八月 卡住了 节目上面还印着着 受Must go on 对吧 也记不住什么时候 go on 反正就必须 go on 对吧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是 没有什么东西 是一定Must 对吧 只有大家努力 这个受才可能 go on 我2009年的时候 在纽约时代广场 还写下了我的新建愿望 叫世界和平 你看这些年 有人听我的吗 世界Must和平 对吧 没用 对吧 这个事情 人家问我说 你为世界和平做了什么 祈祷 对吧 这样子 你为偷秀还要做什么 写稿 对吧 就这样 足够了 真的足够了 我这几个月 其实特别开心 但强度太大了 我觉得这么一直 这么整 这么写稿 我真的开心不了几年 决赛第二轮了 这该说的 想说的 想要和你们说的 我全都说完了 我不知道还能再说点啥 我只想对屏幕前的 和现场的观众说 再坚持坚持 马上就快看完了 我也没想到 脱口秀被我们干成了 劳动密集型产业 今年三档节目 同事播出 我算了一下 最密集的时候 你们每天上班 加班 回家 平均还要看 三个小时的喜剧 对吧 之前很多朋友 是上班的时候 偷着在那边看节目 今年是看到下班 还没看完呢 现在是公司公司 工作做不完 回家之后 喜剧喜剧看不完 我甚至看到 有观众在那边 说已经辞职了 全这在家 看透秀了 对吧 虽然说 笑是生活的解药 但是要三分毒的 要吃多了 是有耐药性的 对吧 你们笑多了 也有耐笑性的 对吧 虽然说老话说得好 耐笑的女孩 运气都不会太差 对吧 讲这种烂个人的演员 运气一般都不会太好 对吧 我特别能理解你们 因为我是从业人员 所有的这些节目 我也都在看 你知道 我就是完全能理解 你们的痛苦 都是大家talking 不愿意看 就往后倒一倒 对吧 一倒下一个人 那俩段子过去了 对吧 你再往前倒一倒 上个人又站在talking呢 对吧 本来是喜剧的夏天 被看成了漫长的季节 对吧 还好你们快看完了 幸好要快下班了 对吧 虽然跟你们说一句辛苦了 但你们以为结束了 没有 喜剧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对吧 我下班了 你们继续把朋友们 太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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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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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 我下班了 我下班了 什么事情呢 想去演示那种灾难片 灾难片 就是那种类似于是丧时题材啊 可能是末日的环境下 丧时丧时 对 把这个人性的丑恶演得淋漓尽致 有点讽刺的感觉 我们可以来模拟一下这个场景不 可以可以 就是你来配合我一下 好 还原一下 试一次 预备 3 2 1 走 两个丧时是吧 两个丧时是纪录片啊 我告诉你啊 你见过哪个丧时片的主角 是丧时的 大哥 我们得设定一个背景 设定什么样的背景 我来设定一个背景 设定背景了 公园 什么公园呢 什么公园 你家楼下的个公园 知道吗 公园是个时间线 是那个公园 对 公园3866年 全国爆发丧时危机 两个年轻人在一所酒店相遇了 然后呢 然后开始了 然后呢 别动啊 没动啊 别动啊 没动啊 别动啊 没动啊 没动啊 没动嘞 别动啊 瞄准是吧 在这里 什么打拼啊 是怎么回事 我是告诉你 我有枪 我看到出来你有枪 我跟你说啊 这手边是吧 这手边我怎么办了 大哥 怎么上伤拍枪了 在这里 我光人一个 你觉得 后面在变 你是过来干什么的 我来酒店里面找物资 结果丧时太多了 被困在这里了 你是什么人了 我是湖南人 你是湖南人 才问你是哪里来的 你过来酒店干什么 我是过来救你的 救援队的 是 你这里有什么物资没有 我没有物资了 你有物资吗 我这里有把枪 我这里还有一个血清 血清 据我所知 被丧时感染以后 15分钟会变成一个丧时 你可以利用这些时间 打一拐 打完以后 直接变成丧时 直接变成丧时了 那有什么用的 免去被咬的过程了 你直接抽了两拐 丧时的血给我 是吧 在这里 没有物资了 找啊 是没有物资 那哪里有的 你左手边那个房间 我一直不敢进去 你有武器 你进去 这里也是吧 没事我保护你 你保护 这里是吧 对对 这什么 保护我吗 有枪你进去 有枪 那我给你进去了 我也怕死了 都怕死 那是这样好吧 我们听天由命 可以 我这里有没有音笔 音笔好 你有音笔没有 我没有音笔 没有音笔的进去 凭什么呢 我喜欢 听谁的命呢 听你的命呢 这是 你要往死 你是这样 你拿枪你进去 我跟你忘风 好吧 那你别跑 我不跑 是这里面呢 对对对 这里是吧 怎么了 怎么了 大床房 怕什么大床房了 在这里 神经病呗 你是 都是大床房 进去找东西 这里是吧 对 这里有危险 还待不得 怎么了 还有摄像头 现在酒店都有摄像头 晓得吧 你管他那么多呢 你去找老板麻烦不 还找老板麻烦 老板全部变成上手了 晓得吧 那是改死 你别管那么多了 你找东西 这里没有东西的 冰箱里面有东西了 冰箱里面的 还收钱不 你管他收钱 牧师拿不进来 是不是有人撞门啊 完了 忘记了 我没关那个 请勿打扰 你神经病呗 你是 木字里大科 你挂不挂请勿打扰 上司都会进来 给你搞卫生 晓得吧 怎么办 我没有 是这样 只有两条路 摆在你面前 你说你说 要么你给我杀出去 还有一线生机 可以 要么留在这里等死 肯定不能等死 你肯定烧到出去 你有枪来 我什么都没有 你多少给把刀给我吧 拿着拿着 这是什么 指甲刀 指甲刀有什么 你给我 啪 啪 啪 开枪 开枪啊 我知道 开擦壳了 卡壳了怎么办 卡壳了 卡壳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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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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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给你 sorry 开枪了 啪 打头 再打头 再打头 别打脚趾头 打脑袋 这个头 哎 吓死个人了 没事吧 哦 我好像有点过敏了 这是过敏了 这是被咬了 知道吧 没事 洗什么洗 又不是舌毒 三十病毒大哥 我有解药 你有解药不咋说 你笑什么笑呢 小时生活的解药呢 别上架子了 要死了朋友 别吓我 怎么了 怎么了 好像有点感冒了 这是感冒的症状啊 这是感染了 这是病毒的 病毒性感冒吧 什么病毒性感冒 要死啊 是这样 你拿着我的枪 我这里还有把弓箭 有弓箭不给我 给我指甲 当你有毛病吧 是这样 大会要是变成一个 没有感情的丧失 我求求你 你放我走了 放你走啊 人类的尊严在那里 一枪带你走 我求求你 一枪 带我 别吓了 要死了 哎呀 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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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清朝的僵尸 上死 上一点懂不懂 明天连不想上班 不是 上死就想吃肉 有点想吃肉 我现在有点想吃肉 别动 想吃肉 辣椒 辣椒炒肉 辣椒炒肉 别动 上死那干啥子 如南僵尸 你这里咬人 变了 对不起啊 兄弟 胖 胖 胖 没用的哥哥 这接得住 哈哈哈 没接住装什么装了 那是 哪有你这样 你这个上司打不死 是为什么 我想就是稍微不要那么平凡 那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呢 没用了是吧 没事吧 没事吧 恢复理智了没有 这是哪里 这是哪里 这是决赛 这是哪里 你说人死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看到马东啊 看到马东该什么 马东在隔壁节目 走马东呢 走马灯什么 走马灯 走马灯 我好像看到了好多事情 你看到什么事 我这辈子好像 我好像当过中介 我好像也租过房子 我好像当过医生 我好像也看过病啊 我还开过网约车 我也当过乘客 我还是个谈判专家 我当过劫匪的 旁边那个人是不是都是你 你讲慢才旁边的 一直是老子 想知道吗 这次我没有保护好你 没事没事 我还有一句话想要跟你说 说什么 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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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说你 来了呀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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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冠军 冠冠军